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福布斯亚洲今日公布的《2021中国香港富豪榜》可知 去年首次跌落首富宝座的李嘉诚,今年重回榜首 以354亿美元的财富重夺首富之位,不愧是李超人 过去李嘉诚曾连续21年蝉联香港首富 直到去年,被老对手李召集超越,首度丢掉首富之位 前两年李嘉诚身家大幅缩水,去年更缩水23亿美元 因此给了李召集以微弱优势超车的机会 而今年,李嘉诚财富猛增20%,升至354亿美元 一举夺回首富宝座 至于长了一年首富资位的李召集,也就是千亿媳妇许子奇的公公 其财富较去年几乎没什么改变 保持在305亿美元,所以这次又回到了万年老二的位置 多年来李嘉诚和李召集一直是常被外界拿来比较的对象 目前两位都是年于90的老人了 也在前两年相继宣布退休,把家业交给了儿子接棒 但相信二位常年占据富豪榜前两位的传奇 还会继续延续下去 榜单中排在第三位的,是已是扶伤郑玉彤的儿子,郑嘉纯 他以221亿美元集身前三 香港四大家族的三大家族,囊括了富豪榜前三家 而前十榜单中另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 便是号称女星狙击手的刘鸾雄了 今年,刘鸾雄以135亿美元的财富位列第八 将往年排名略有下降 其中,前十位富豪里有多位富豪跟大刘都有不俗的渊源 比如,前阵子李嘉诚长席王力乔 才刚被曝出跟大刘前女友吕立军私交甚度 还相约同猛男出海 据悉,王力乔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跟吕立军相识 两人一见如故,话题多多,因此成为好友 经常结伴爬山出海 而郑嘉纯跟大刘更是情敌关系了 早年,大刘和绿正家人王颖鱼恋爱 谁知之后,二人闹翻 王颖鱼转身投向郑嘉纯的怀抱 还为他未婚生子 大刘这次排名第八,其实是身家被贪薄的缘故 自前,他也将部分身家分给了老婆甘比以及各子女 其中甘比获利最多 被媒体预估身家已高达700亿港元 还说他是女富豪中最有力冲击香港女首富的一位 然而,从这份榜单中我们可以看出 前十位里并没有出现甘比的身影 至于常年稳居女首富之位的九旬郭老太 孤矿萧青,今年显示他有134亿美元财富 香港女首富的地位窥然不动 反而是甘比,排名在50开外 因此榜单里并没有他的名字出现 而排名在郭老太之后的女富豪 则是赌王爱女何超穷 她以41亿美元的财富排在总榜单第25位 位列女富豪第二位 赌王四太梁安琪也几岁其后 坐拥33亿美元的她 今生女富豪前三家 她和何超穷的关系也是很有意思了 二人常年霸占富豪榜 但梁安琪总被何超穷压一头 这也反映出 现在何家二房确实在家族四方人里 占有优势地位 而说起此次女首富 她的身家位列香港富豪榜第九位 福布斯富豪榜上亦有其大名 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香港富太太 家族资产甚至超越了李嘉诚 如今一到九十岁高龄 她叫矿销青 身价如今已经超过130亿美金的矿销青 凭一己之力 自己的儿子们打下了一片江山 虽然她而今已经老去 但在她的引导下 国家的资产依旧在不断壮大 提起香港的郭氏家族 大概是当年唯一能与李嘉诚 一较高价的家族了 而让人颇感意外的是 这个家族之所以能够长胜不衰 却离不开一个强势的女人 她就是矿销青 有人称她是现代版的慈禧 因为她够强势 三个儿子虽然足够优秀 但却被她收拾得服服帖帖 大儿子郭炳香 一度在她的干涉下 不能与红颜知己在一起 最后郁郁而终 另外两个儿子 也因为争产 被她一度打压 她俨然成为背后 操控一切的终极玩家 邝销青是个传统而想惠的女人 当初与老公郭德胜白手起家 为了让丈夫专心事业 她全力做好背后的女人 专心在家乡夫教子 最终她把三个儿子都培养成才 两个毕业于伦敦大学 一个还是建桥哈佛双料硕士 从这方面来说 无疑邝销青是个成功的妻子和母亲 而丈夫郭德胜 靠着经营杂货生意逐渐走上正轨 先后拿到一些著名品牌的经营权 生意更是一度辐射到东南亚 郭德胜也在当时被誉为 养杂货大王身价达到千万 后来郭德胜开始转型 与风景喜 李肇基一同组成永业企业 进军地产后更名为 新鸿基企业有限公司 正式得益于企业转型 郭德胜的身份也是成倍的增长 一代豪门终于成行 三个儿子毕业后 先后回到企业 协助父亲扩大经营 正所谓达户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几年下来生意越做越大 郭氏家族显赫一时 此时最欣慰莫过于 作为妻子和母亲的邝销青 但郭德胜最终因为操劳过度而去世 家族重担开始落到 作为长子的郭炳香身上 邝销青当时给儿子打气 也吩咐另外两兄弟 要全力支持哥哥 希望他们三兄弟 能够继续父亲王德胜的遗志 把生意进一步做大做强 这时候的邝销青 俨然成了三兄弟的精神信仰 有母亲在 他们就多了几分底气 最终靠着三兄弟的起心协力 新鸿基一度超过 李嘉诚的长江实业 成为香港地产业的王者 但一场突如其来的灾祸 彻底扭转了国家蒸蒸日上的运势 张子郭炳香被一代贼王张子强绑架 索要二十亿赎金 两个弟弟郭炳莲 郭炳江 莫氏掌兄安全 坚决不支付赎金 也暴露了三兄弟之间背后 积蓄多年的矛盾 关键时刻 作为儿媳妇的李天英 单刀附会 亲自与张子强谈判 最终把赎金降到七亿 才算保全了郭炳香 这件事给邝销青很大触动 他一方面越发信任儿媳李天英 另一方面 也敏锐觉察到三个儿子内在的矛盾 为了家族的长治久安 该自己出手了 而莫旧的郭炳香 对两个兄弟更是失望至极 他一方面调养身体 另一方面展开了对两兄弟的抱负 为了瓦解两个弟弟的势力 他开始安排自己的红颜知己 唐锦心 进入董事局 担当重要角色 目的就是分弟弟们的权 这引起了两个弟弟的不满 同样也让救他与虎口的原配 李天英伤心不已 眼见一场家庭大风暴 就要来临 邝销卿立即采用雷霆手段 罢免了长子郭炳香的董事局主席 兼行政总裁的职务 改任非执行董事 他自己则亲自出任主席 这一年 邝销卿79岁 做了几十年的家庭妇女 这一手也让外界看到 邝销卿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不仅如此 为了维护儿媳妇李天英的地位 他还立下家规 不许郭炳香离婚 不许唐锦馨进入郭家产业 甚至唐锦馨都不能以郭太子称 雷霆手段之下 郭炳香一肚子委屈 颇为不服气 于是离开权力中心的他 展开了新的报复手段 他大肆举报 两个弟弟以及公司的一些违规操作 最终两个弟弟被抓去调查 眼见郭家就要分崩离析 作为母亲的邝销卿并没有向儿子低头 反而采取更强势的手段 他就是要让郭炳香知道 这个家还是你老妈做主 轮不到你兴风作浪 他在当年召开的公司股东大会上宣布 将自己所持股份价值336亿 全部分给另外两个儿子 郭炳香一分没有 这下果然奏效 郭炳香不得不向强势的母亲低头认错 邝销卿最终原谅了儿子 财产进行了重新分配 而另外两个儿子郭炳莲 最终被判无罪释放 而郭炳香却被判五年 此时一切都已经无法往回 好在在邝销卿的努力下 郭家还没有散 虽然认错后的郭炳香重回领头人位置 但外界都深知 真正操控一些的还是邝销卿 经历这么多 他已经无法将丈夫苦心创下的产业 交给这个不稳定的账字 郭炳香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苦苦挣扎 一方面事业上自己已经不能完全做主 爱情上更是不敢与深爱的唐浅心 越雷迟一步 最终在68岁时 郭炳香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临终时充满遗憾与不甘 但这一切都已经成为定局 由于其生前为立遗嘱 因此他所掌握财富的分配权 就落到了国家实际上门人 邝销卿身上 邝销卿在儿子重病期间 就采取严防死守 严禁唐锦新靠近儿子 所以 郭炳香临终前也没能见到唐锦新最后一面 邝销卿把郭炳香留下的价值600亿遗产 果断的分成两份 一半给了儿媳妇李天颖 另一半自己支配 这样的分配方案 也让当年知身旧夫的李天颖 有种苦尽甘来之感 多年来他要感谢这个强势 却很明示里的婆婆 没有他 或许自己的结局将会很惨 而另一个女人唐锦新 则要把邝销卿恨之入骨 多年来自己的苦心经营 竹篮打水一场空 弄了个人才两失 邝销卿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 教育儿子们成才 又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 她强势有之进退 她理解同为女人的儿媳李天颖 却对介入儿子婚姻的唐锦新 很没冷对 可谓爱憎分明 现年已经91岁的邝销卿 在去年福布斯富豪榜上 以151亿美元身家 排行78位 让她成为香港最富有的女人之一 大家看看 早上